什麼美金和黃金不是情反悲的嗎? 為什麼這段時間美金走強 黃金又會走強的呢? 有很多人未了解清楚市場運作邏輯 就盲目跟從定律的話 就很容易賺錢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Henry 金銀李俊亨 大家應該都知道現在全球面流是一個很高通脹的問題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高通脹主要有兩個原因 高通脹的原因 一 2020年無限QE 每當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候 為了避免金融體的崩潰 美聯儲就會有實施QE 即是俗星的印銀子 實際上怎麼運作呢? 就不是代表真的印了很多銀子 而是說美聯儲透過大量購買企業債券、公債 去派錢給企業和銀行 避免因為大企業倒閉 引致勢力急升 和金融體的崩潰等等的問題 2020年不單只是普通的QE 還要是無限QE 所以再次重新的質素 為了一個質素的質素 簡單來說 只要企業攤大小錢拿錢 美聯儲就會透過買入公司債券借錢給你 幫你渡過難關 QE 伴隨著就是減息 嘩 常常說減息減息 減息是減什麼呢? 減息就是減你和銀行借貸利率 年代會令人增加借錢意欲 從而伺積消費 同時你拿著美元派的息也會減低了 這樣便會減低似有美元的意欲 所以當上人量化呼鬆時 市場便會更加願意投資黃金 一般便會令金價上漲 QE 的反效果便會造成資產泡沫化 和嚴重的通貨膨脹 市場的熱錢變多 但我們買的東西沒有多到 貨幣價值便會緩慢地降低 導致我們現在的通貨膨脹 高通漲原因二 全球資源短缺 第二個原因就是 因為俄烏戰士和全球疫情的影響 導致全球原油、糧食、小麥等資源短缺 加上疫情令物流成本上升 近日世界第二個小麥出口國 印度就頒布了小麥出口禁令 相繼俄羅斯、巴基斯坦都發布了食堂出口禁令 當各類商品原料價格上升 又會進一步推動各行各業的各種成本上升 結果就形成通貨膨脹 緩和通脹分法一 縮表 為了緩和通脹 美聯儲就會推出QT即是量化緊縮 是QE的相反 第一個方法就是縮表 縮表又是什麼呢 縮表就是停止將到期債券的本金 全部再投資買新債 例如每個月因為債券到期而獲得的收益是100億美元 美聯儲就會停止將這100億再買其他債券 市場上每個月就會少了100億的流動資金 除此以外都會透過直接拋售債券收回市場上的熱錢 緩和通脹方法二 加息 加息的時候因為投資美元的利息收高了 所以資金就會流去美元 而導致美元走強 金價就會變成走弱 企業和市民向銀行借錢的消費和購物成本 也都因此會上升 所以會降低市場的熱度 另外情況 因為今次通脹情況太惡劣了 變相市場有部份人憂慮 美聯儲今次可能會搞不變 總括而言 市場對美聯儲能不能夠解決高通脹問題 其實是沒有共識的 認為能夠解決高通脹的人 繼續信用美元而投資下去 而另一半人就對局勢憂慮 投資黃金避險了 接下來7月23日 在書展有我新書的發佈會和簽名會 到時我會和大家吹吹水 玩遊戲和換獎品 同時各位報名的朋友 我會免費入場的 記得下面叫我報名 拜拜